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HBase基础课程 我是Aaron 上一课我们讲到了HBase完全分布式安装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如何去一步步去安装HBase 那么我们看一下 HBase安装好过后 它的完全分布式和尾分布式 在这个管理界面有什么差距 那我们可以通过访问 这个600110这个端口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master 看master地址是呢 1651 我们这个名字叫1651 那么下面 下面是 这是一个region server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region server 第一个是这个名字是master 这个我们不要管它主机名字什么 我们管它 这有两个region server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主机名单口 第二个呢 主机名单口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后面的这些选项呢 是指我这个region server的启动时间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标签 request percent second 它说的这个标签表示 我这个region server 它每秒请求的次数 但是如果说你以后感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读写热点问题 可以通过这个标签里看到 但是我们的backup master 这个是没有的 我们因为我们是启动了一个master 下面这些是软这个hbase的一些属性 比方说版本是什么 什么时间编译的 这hadup版本是什么 他他就hadup2.2.0去编译的 他的编译时间是什么 还有的rootkeeper的地址是哪些 那我们可以看到三个rootkeeper地址 还有我们hbase root的direction 他的这个hbase root的这个地址在哪里 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 9000 这是一个hbase 这个管理界面的标签信息 那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点最后一个标签 hbase configuration 这是所有的hbase的相关 配置信息 你所有的配置信息 包括后续优化 都基于这些配置进行改动 那这里面配置信息非常非常之多了 那我们不用 不会一个个去解释了 大家只要知道 我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配置信息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这个 master的这个管理界面 那么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ppd 有情况下 比如说我这时候去停止hbase 那我们直接敲点 行啊 stophbase就可以了 我们通过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把整个hbase 集群给停掉 但是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希望一个个的去停 而比如说 我某个reading server有问题了 我只想把这个reading server给停掉 而不是希望停掉整个集群 因为整个集群启动起来 时间会很慢 当然你如果说你数据量很大的话 你整个集群启动起来会很慢 那这时候我们希望一个个的去停 一个个去启动 这时候怎么办呢 来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要把这个sleeve2 这个reading server 我给停止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直接去敲stop hbase 那么整个集群就停掉了 那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所希望 只是说 我把这个sleeve2 这个这个reading server给停掉 那我们怎么停呢 我们就看看 这里面的一些配置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base domain.sh 它里面可以停掉单个 这个进程的单个节点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敲 我们看看 我们敲sleeve2 对吧 我们到这个机器上来 我们切换到hadoop u的这个目录 我们到这个hbase的b目录下面来 我们敲什么呢 敲sleeve2 看domain.sh 这是我 我 困境字 stop stop什么呢 我们叫reading server 我们看一下 它会慢慢的停掉 reading server 停掉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管理界面 我们刷新的管理界面 大家看到有什么 有什么变化和区别 看到没有 之前 在这个 关闭之前 它只有两个 raging server 那当我们关闭过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 raging server了 对吧 就一个raging server了 那如果说 我想把这个raging server 给启动起来 怎么办呢 单个启动起来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stop改成start 这个时候 我们的刷新这个界面 它喜欢这个过程 它是启动 我们再看一下 启动起来了 对吧 这个sleeve2 已经启动起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 如何去单个节点 去启动 hbs 那 同理 我们也可以单个节点 去停止 must 停止 这个sleeve sleeve02 我们可以停止 单个这个主节点的must 我们可以单个去起 这个must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 我把整个机型都停 都停掉 我们停了过后呢 我们一个个的去启动 DPS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呢 我们里面有个hmas 这么一个进程 是吧 我现在把整个机型都会停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mode 当前mode在哪里 好 在这里 没关系 我们可以stop hbase 我敲这个命令呢 表示 我把所有的 整个集群 都给停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敲完这个命令过后呢 我们看一下 整个集群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这个 这个hbase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因为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 机器上架的时候 或者说机器这个下架的时候 那都会使用这个命令 去一个个节点 去做操作 不可能啊 你想改变一个机器的配置 我都给你敲个这个hbase 把整个机器都停掉 然后再提起来 这个不可能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刷新这个节点 好 这个呢 已经打不开了 对吧 这个已经打不开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启动呢 我们可以先去启动一个 hbase 准备啊 sh 你可以打一个 打什么呢 master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进程啊 hmaster已经起来了 那么 这个时候 整个 集群能不能访问呢 管理界面能不能访问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时候呢 你应该是不能访问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大家很奇怪的 我启动了 这个master 他为什么不能访问呢 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个日词 你就能够明白了 为什么 这时候不能访问 他的等一件事 他的等一件事情 等什么呢 他在等 他在等什么 等你这个waiting for reading servers 他在等你这个reading server去注册一下 啊 没有这个reading server 他是不能去启动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 meta表没办法分配 那什么是meta表啊 我们后面再说 但现在我就告诉你 你单启动一个master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够 修整个集群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再继续启动一下 start reading server 我们把这个敲烂锅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词 你就会明白啊 这我们看一下 后面他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一下 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啊 这个日词会有什么变化 看到没有 我的日词server 一旦启动过后 他就会注册到 这个master上来 那么这个master 一旦注册成功过后呢 他就会分配meta表 这时候呢 我的hbase must 就会 complete inition 表示我这个hbase 这个集群呢 已经启动起来了 那我们这时候 你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他有slive2 这个 集群 这个集群的这个是瑞金server 已经启动起来了 那同理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 bregingserver一个启动起来 在这个上面 让我们看这个目录 大家记得命令啊 hbase hbase 这个图面 sh start regingserver 好 启动起来 我们稍等一会儿 看到这个界面 再发现 你再刷等会儿 好 算好了 好 那么这是整个一个集群的一个完全启动啊 单个节点启动 以及这个标签意思是什么啊 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GPS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几个这个进程 第一个 sh master是什么 我们再去看 这个表现 h readingserver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hbase会有h must 和这个readingserver 他们作用又是什么 这个我们 下一节课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去去理解一下 如何单个节点去启动和关闭 就单指定的进程 这是为了我们以后做这种 分布式上线 比如说我这时候呢 我前期规划了十台这个readingserver 但是随着我的业务发展呢 我后面呢 我可能会规划到 我要增加五台 或者我要把几台配置弱的给下线 重新增加几台配置高的 那么这时候就会通过 stop 单个节点 单个进程 这样去启动和关闭 而不会去执行stop 而不会去执行stop h must 或者stop 这个整个hbase机群 那不会这么操 不会这么操作的 这是一些长的方法 但我希望大家 把这个命令给记住 有点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这个里面 这个和这个命令 相似度极高 这个后面只多了个s 只多了个s s是什么意思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这时候你去敲 对吧 你敲start readysell 它这时候呢 你如果说你这个命令后面多了个s 它不仅仅是启动了 本节点的名 的reasing server 它会把 它会把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退出退到 它会把这个reasing server 是里面 这些配置信息地址 这个里面信息 都给启动一遍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去敲这个domain.shc 它是一个批量的启动 不会单个节点的启动 这个大家要记一下 你不能这个敲错了 如果说你敲着你敲这个hbsdomain.shc 这个master 这个时候你会启动 n多个这个master起来 这个命令大家记一下 不要搞错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本章的一个内容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如何去单个节点和这个启动 关闭 以及一些配置信息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稍微给大家留个学念了 什么是reasing server 什么是hmaster 它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几个先不讲 下几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大家去讲一下 hmaster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存储原理 我这个数据存在hbs当中 存在这个hbs当中 它怎么去存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 架构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先给理解了 当你把这个 你它的原理架构 存储机制 你都理解过后 那么我们去使用它的API 那就相当简单了 这个想很简单 API很简单 难点是难在 它的原理和架构 当然说你要 在理解这个原理和架构之前 那你这个必须 要把这个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这个 如何启动和关闭集群 你这个得要先会熟悉 熟悉过后 你也要知道 对吧 你也要知道 我出了问题过后 对吧 看一下 我出了问题过后 这个日子拿去看 一般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在这个logs目录下去看 默认情况 你要就看 知道这个目录在什么地方看 否则的话 你出了问题过后 突然比方说 瑞典 server 它执行起来过后 突然当掉了 这个mast执行起来过 突然当掉了 当掉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不会找问题 总之一点 出了问题过后 在老大塞去找看日子 求解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本章的一个 内容 大家可以简单的去记录一下 然后呢 多操作 多熟练 因为这个命令呢 没有什么难度的 只是你多熟悉几遍 多敲几遍就可以了 因为这下面很多命令 我们现在 没必要一个个去记 那我们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记的一个命令 这时候我们要记的一个命令 其他的命令 先不要去记 先不要尝试 好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